你現在聽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原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毛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一下焦慮症的自然療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受到各方面的生活壓力 在學業、家庭、工作方面都會有壓力 可能有時會很擔心 不知如何去反應 嚴重的人就可能會頭暈 心跳得很快 以及呼吸困難 袁醫生 如何為之是嚴重的焦慮症 需要醫治呢 相信如果你問一般人 你有沒有試過緊張的焦慮 個人都說是有的 就是說 尤其是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的一個壓力這麼大的都市環境 工作壓力、家庭壓力、經濟壓力 其實很多很多的 大部分人都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其實我們經常在我們的同學療法 經常有一種概念 就是要了解清楚什麼叫肉餅 其實我們的病 就是說我們遇到一個情況 而我們的反應是一個異常的反應 或者過度的反應 而我們僵持在那個狀態走不出來 這個就叫做病 病的解釋是不適當的適應 就是ineppropriate adaptation 你去適應它 但是那種是很怪異的適應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老虎 獅子在面前或是一條蛇 當然會害怕 正常的 如果我們看到貓在前面走過 你都害怕 這個就不正常 那這個就叫做一種病態性 好了 當我一般人遇到一個危險的環境 或者我們害怕的時候 我通常心神代謝會加速 我們肌肉會收緊 腎上腺素就拼命製造腎上腺素 當然腎上腺素出現 這種荷爾蒙主要是幫助我們心臟加快一點 那為什麼會加快一點呢 就是我們要打鬥 要逃跑 那就是很明顯 心臟加快會有這個幫助 但是很多人就遇到一些很簡單的 平時處理到的問題 是特別焦慮的 譬如有些人焦慮到是不敢上學 是 有些就是有deadline 或者要功課交 或者工作上都遇到這個問題 它簡直是出現到焦慮到 其實是做不到工作 那這個就很明顯是一個不適當的反應 是需要接受治療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吃很多的 Tranquilizer 就是這些鎮定劑 其實很明顯這個問題是很長有的 很多人都有的 可惜你知道用這些鎮定劑 始終都是那個 就是持標不持本 大家明白 還有所有的藥 如果你想上網去查一查 所有的藥都是很嚴重的副作用 所以最好如果可以需要 不要用這些化學藥的方法 用天然的工具來幫助 這個是最好的 那當然 現在這次今天的 就是一般的壓力 我們叫做stress 最大當然是 家裡有人過身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那個離婚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那很多人都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令到血壓高 無法睡覺 消化出現問題 可能皮膚出現毛病 情緒的波動 或者情緒低落 有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是會因為我們的壓力 是出現的 那當然嚴重的那些 我以前有叫panic attack 就是驚恐的襲擊 那些人是覺得自己 好像覺得自己 是要快死 或者覺得他 受快心臟病發 那就是很多 很嚴重的反應 在這些情況 會出現的 那當然 我們有時候 遇到這個問題 都要了解一下 還有有沒有其他的 就是身體上的 因為有病的 其他的毛病 是導致這些焦慮呢 那這個包括 我們過去 我們在節目中 經常都說 就是那個血糖低 是吧 血糖低的人 有時候覺得很心方方 好像 或者甲上腺的問題 通常甲上腺抗 甲抗 那通常都會有 這個這樣的 超急的 不安的情況 那還有本身心臟病有事 例如那個 異心犯的問題 那也都有些 就是那個 營養的問題 營養不良 或者可能因為 真正的抑鬱問題 那也都有些 物質 有些 會令到我們身體 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咖啡因 這個差不多是 咖啡因 是最容易導致 我們那個 緊張的 化學物質 那還有就是 糖分 還有食物敏感 尼古丁 酒精 當然有時候 環境的因素 還有 都可以導致不同程度 所以才了解 我們怎麼知道 自己是否會有 焦慮這個問題呢 通常 如果我們有 這類的症狀 包括是經常憂慮 不安 很緊張 很緊張 很震 心跳 口乾 手掌心 出汗 有時候 是輻射 或者喉嚨 有一個東西頂住 情緒波動 血壓增加 暈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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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擾 睡眠 胃口 又出現問題 人很累 有時候 就是性無能 胸部痛 或者是過度的呼吸 呼吸得很急速 頭痛 背痛 肌肉緊張 抽筋 肌肉緊張 焦慮 驚恐的襲擊 還有集中來出現問題 這都是一種焦慮的症狀 很多人 集以為常 慢慢都不理會 通常我們病人 來到我們的處理 通常他們可能是 無法工作 無法工作 平常生活都進行不到 這些是我們的經常 出現在我們的診所 焦慮病人 當然很多病人 都試過腮弱 亦都病人 都明知腮弱 不太好 就找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好了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再簡單和大家 聚述一下 壓力當然有一個因素 咖啡因 糖分 尼古丁 酒 還有一些 一般的毒品 甚至乎醫生開的藥 都有這個副作用 可能因為睡眠搞壞了 食物敏感 環境的毒素 營養不良 營養很重要的 甲上腺問題 心臟問題 身上腺問題 還有我們身體 曾經運輸物質的不平衡 這是一般導致的原因 原因 原來很多原因都是關於食物方面 原醫生有什麼食物可以減輕焦淚症? 其實很多食物是可以引發的 但是也有些食物是幫你舒緩的 所以一個好的飲食方法 其實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你先試一試這個 有時候可以因為你改變你的基本飲食方法 就是我剛才所說 割了那些糖分、咖啡因、尼古丁、酒精、藥物等 你割了之後 你將整體營養改善 有時候可以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有什麼食物呢? 是可以幫我們所謂減壓的食物呢? 我們發現 很多人因為血糖的問題 幾經常有血糖的問題 所以我們食物要所謂均勻的飲食 當然我們說均勻飲食 不是一般人過去所學的那一套 我們起碼要把血糖穩定 就要死吃多餐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如果你發現自己一肚餓 就有些驚慌的感覺 就是很明顯 這是一個血糖的問題 其他食物呢? 我們食的那些複雜的 碳水化合物 Compat Carbohydrate 因為它有很多含有這類的血清素 這個血清素大家知道 是一個腦的神經系統的傳遞物質 是可以令到我們平靜 我們那個腦袋 通常我食一些完整的谷類 譬如燥米、紅米 或者一些黑米 煙蜜 每一餐都食煙蜜 煙蜜 煙蜜本身是有這些方面的幫助的 還有食多些維他命B杂 那什麼食物有呢? 就是那個酵母 啤酒酵母 這種食物補充劑 你所說的紅米 和葉綠素的蔬菜類 好了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發現 鈣和味都有一種安神 安定我們的身體 那哪些食物呢? 海菜 海草 葉綠素的食物 黃豆 果實 黑椒糖 Barkshire Molasses 沙文魚 蠔 沙甸魚 broccoli 椰菜 西蘭花 西蘭花 還有乳酪 就是沒有加糖的乳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幫助我們安定的食物 那有什麼食物需要避免呢? 那請所說 食物 好的食物會幫助 不好食物會加強這個問題 最明顯就是咖啡 還有酒精 雖然有些人 就發現 我喝點酒 會令到我 好像比較安定 但其實長遠來說 這是一種 增加壓力的食物 咖啡飲品 就是濃茶 咖啡 這方面 這方面 都是要避免的 精煉的糖分 很多人 有些小小小 你看小小小 有些小小小 是對糖是很敏感的 一吃了之後 他就有多動靜 小小小小小 很少說焦慮 但他那種多動 那種問題 hyperactive 的問題 很容易 因為有些 吃了太多糖果出現 所以我通常 我們要避免這種 精煉的糖分 譬如那些 糖果 糕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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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情緒會低落 還有一些食物要留意 很可能是引致敏感的食物 例如有些食物 糕餅 會令吃了之後 你會口乾 手震 心跳 牆壯 或者牆壯有些古怪的大便 可能暈犯的 脂便 這些情況 這些可能都是食物敏感的 所以你自己首先 要自己去找一試 有沒有機會 有什麽計劃 這些食物敏感 導致這方面的問題 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袁医生? 其实在治疗医疗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工具 其中一个我们和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的 就是5HTP,5-Hydroxytryptophan 这个成分是我们奶里面 牛奶里面都会有的 有些人很喜欢喝一杯暖奶 因为它有Tryptophan 曾经何时在市面上有一个营养产品 补充剂叫Tryptophan 但很可惜是因为有政治因素被人禁止了 自然间有很多好东西 原来5-Hydroxytryptophan是Tryptophan的前身 这个没有被人打压到 我发现如果我用5Hydroxytryptophan 这个营养工具 它是会增加我们的血清素 很明显令我们的脑袋是安定的 但当然如果那些人在吃抗抑胃药 或者抗情绪焦虑的药 都不可以同时吃抗抑胃药 要小心一点 第二个简单的工具就是Cover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双重盲障的研究 发现Cover是可以帮助一些轻度和中度的焦虑的问题 尤其是发现如果症状和根元期之后的女性的焦虑 Cover是特别有帮助的 其他之外有些安基酸 这些是安基酸 已经证实在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就是钙和尾 因为钙和尾是很基本的抗抑胃炎 通常我们的份量都是两份钙一份尾 比如500mg钙 配250mg尾 一日吃两次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草药方面 大家可能也听过 就是西番年 Pasiflora 也有一个研究 也是双重盲障的研究 发现它比较 Pasiflora 那个抽取物 就是浓缩的 是比较一般的 另外有一种叫Oxycypen Oxycypen 是一个抗胶类的西药 曾经这个研究 比较这两个工具 就是吃西番年 Pasiflora 和抗抑胃的西药 Oxycypen 发现两者的效果 其实都是差不多 一样有效的 虽然Oxycypen 因为西药的药 会发生效果 比较快 但是西药的很多副作用 是令到很多人的 一般其他工作的功能 受到影响的 所以研究已经看到了 其实有些 Pasiflora 西番年 跟西药一样有效 而没有西药的副作用 除了之外 就是一般人 要注重维他命B 可能都知道了 很多人一般的常识都知道 维他命B 可以对付压力 平衡我们脑袋的化学物质 通常都是吃B集 二十二三次 其中B里面是B6 是特别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Valerium Valerium 是继草 Valerium 是一个松弛神经 尤其是帮助人失眠 因为焦虑导致失眠 Valerium 是一个很常有的配方 通常你去买那些 比如帮助失眠的草药 Valerium 多数是其中一个成分 还有一个就是性药汗草 大家相信这个都很多人认识 发现这个是对一些抑郁症状 焦虑都非常有用 通常用量都是300mg 23次 有其他对付压力 需要一种所谓补品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Asperganda Asperganda是可以简直来说 是印度的人心 当然 中国也有人心 韩国也有人心 马来西亚的人心 就是东高亚里 东高亚里 这个全部是平衡你身体的荷尔蒙 加强你对付压力的能力 这些几个简单的补品 东高亚里人身份都有帮助 血糖的问题 我知道是Loc Cromium Loc是帮你平衡血糖的 有时候因为血糖的问题 而导致Loc有帮助 另外一个营养素 是B杂里面其中一种 我叫Inositol Inositol 也是帮助一些人 有些panic attack 这方面的 品量比较吃多些 4g 23次 有时候有些人 感觉好像手足麻木麻痹 Inositol 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工具 还有Chamomile 羊金谷 还有Avena sativa Avena sativa 是一种烟物里面的抽取物 这些全部是一种草本的方法 有时候用葱茶喝 有时候用葱剂 通常用一种滴剂 一种extract 比较浓缩 还有就是鱼油 就是基本上 鱼油是长期的处理 就是长期的焦虑 鱼油是一个很好的 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 羊毛台自然疗法与你 焦虑症的自然疗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你现在听着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 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焦虑症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 刚才你提到食物方面 营养补充剂草药 都可以舒缓焦虑症 我知道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主力都是用同类疗法 你有哪个疗疗剂可以介绍给我们 在我们的过去处理不同的焦虑这类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很严重的 包括有些年轻的人就回不了学 也有些人是回不了工 我们都是比较严重的病 都懂得来用我们的方法 在同类疗法里面 我有很多疗剂 其中我给大家介绍几个 有一只叫做烏头 烏头通常是用一些很突发性的 很强烈的所谓 Panic Attack 惊恐的襲击 通常这些的严重度 人们就像是不能呼气 觉得人们就快死 心跳也很厉害 那越是很强烈的 你感觉你即时要死 这个就是烏头症 这个就是烏头症 OK 好了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陪她来 原来她是一个艺术家 好像适应 我不是很记得 好像适应师 原来很出名 她就来的时候 她就在我面前看到 那种焦虑 那种 直接在我面前 一个男人在那里哭 那样的 那她的女朋友就陪着她 很明显 她是一种没有安全感 是 那结果我当时呢 就给了那个疗剂 那个生癌的疗剂 给她 那个新的疗剂 那一吃了之后呢 第二天呢 就立刻好完 那没有见过一段时间 那接着呢 有几个月之后呢 她又出现了 那我问她了 那上次的情况如何 她上次我一吃 就立刻好回了 那但是呢 几个月之后呢 又有回了 又开始又回了 那当然呢 她当时又没有什么覆尘的 那因为 因为新的人呢 是比较上 就是比较上 就是 孤寒一些 她很不舍得的 那所以呢 就是她符合了这个阵营 她又没有再回来 因为呢 好了了 那但是几个月之后 叉翻了 又回来了 那又是这样 你看到的行为 那我知道 是应该 用回了疗剂 那又给了 新的疗剂 那接着呢 就又是 没有再回来了 嗯 那就是记得了 今次就真的 几年都没有回了 那就是回去了 应该 好了 那另外一次呢 是丐 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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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那个焦虑呢 就是因为她觉得 人工作太多事情要搞 太多事情要兼顾 工作太厉害了 那她就会紧张的 那我记得呢 我有在 好几十年前 在加拿大行医 那我其中呢 有一个同学来的 她是一个兽医来的 那她就 当时呢 她来我一个诊所 她就跟我说 很有趣的 她说呢 我真的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自己的 因为为什么呢 她刚刚呢 是 生了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孩 那小孩 那小孩 我见过她 带过来找过我 她说呢 我有一种 好像有一种 冲动 就是想杀了小孩 她自己很害怕 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那当然 她是我同学来的 所以我也很认识她 那个人 那种 那种 体型 那种 平时的性格 脾气 那我就给她那个 钙 那一吃了之后 她就 立刻没有了这个问题 那她过去呢 就整天都要我 做她的 做她的顾问医生 有什么 不然呢 雜证就找我 那结果呢 就是 很快的 就是 在疗剂呢 适当地应用 当然 那些人不要吃西药 你吃西药 什么病得难医 那你首选的医 是很快的 好了 另外一个疗剂呢 是那个 Jocemium 是 那 Jocemium 这个症状呢 通常呢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有些人呢 就是 比如要 要考试 要考试 她整个人都震了 或者呢 就受快呢 就要上课 去做表演的 那她整个人都震了 整个人都震了 震了 震到呢 就是 要急大便 或者急小便 这类这样的 震震的 这样的 阵型呢 就是 Jocemium 这个疗剂 那 接着呢 就是 Ignatia Ignatia 大家都听过 是女送果 通常呢 通常呢 这些 正型的病人呢 通常 情绪会 就是 很情绪化 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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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 那些 这样的哭泣 就经常呢 就感觉呢 喉咙好像紧张 好像有个东西 顶住 那些通常的 这种这样的焦虑呢 是一个情绪的创伤 是引致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刘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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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般性的 就是一个人用脑 用得很厉害 用得很累啊 然后呢 很多事情做不到啊 那这个呢 就是一种很简单的 就是 因为我叫做 Brain Fat 因为用脑疲劳 这种这样的焦虑 那接着就是 石虫营 Licropodium 那 石虫营 通常那种焦虑呢 都是一种社交的焦虑 因为他其实呢 那个人呢 就是 很喜欢冲的 就是冲他自己 扮他自己 怎么擅长啊 石虫营 是最适合啊 就是想给人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能幹的人的 是 但是他底子下面呢 其实呢 是很害怕的 那我发现呢 很多律师呢 有这种这样的正形的 是 你知道呢 如果大家是 对法律有些认识的呢 在律师呢 在一个法庭上面呢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压力的工作的 是 如果有些律师呢 因为这个的 因为这些这样的压力呢 是 是直接 上不了工的 不要说做不了律师 直接躲在家里 就是做不了的 那这个呢 是一种石虫营的人 嗯 还有这些石虫营的资料 关于他的资料 就是喜欢吃甜食的人 还有呢 很多消化的问题 很多气啊 那吃东西都是呢 就是不吃得多啊 经常又不饿得 又不吃得多 这种石虫营的正形来的 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 Pastor Teller 是白头翁了 那白头翁的人呢 通常是什么的焦虑呢 他很怕孤独的 嗯 尤其是女性呢 没有人陪呢 他会很不安啊 那这个就是白头翁 在同学疗法呢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疗剂 那效果是很惊人的 那最重要呢 是你用得是适当的 那当然啦 除了这些的疗剂呢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呢 就是装备自己呢 就是就是 当然呢 学好同学疗法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当然不是简单 需要时间啦 需要学费啦 那但是呢 这个这个 这个一技之长呢 我觉得是你一生里面的 投资是最好的投资来的 那我们都开了班很多年啦 在我们那个 阿周同学疗法医学院那里呢 我们已经是会教授呢 是怎样用同学疗法 应用在自己和家庭 或者病人身边的 好了 那 还有些什么自己可以做的呢 那很简单些人呢 就会经常去做按摩 尤其是那些紧张性 肌肉紧张 去做一下按摩的 那也都有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做的呢 就是用那个浸浴啦 是吧 很可惜 香港很多的家庭呢 就没有浴缸的 本来有呢 都好像 就是 拆了它 那最好呢 大家记住浴缸 是浸浴的一个很好的医疗工具 那很多时候呢 但是可以用水的 和温度 来处理很多的毛病 那浸浴里面呢 我会加些 加些不同的可盐 或者瀉盐 梳打粉 或者一些不同的香氛油 那我们的 绿庄健康店里面呢 也有这些 这样的肉 就是肉盐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平时不妨去做 那还有一个 的情况呢 就可以呢 是浸一下 就是所谓的 体质水疗 那尤其呢 就是浸脚 那就是 用一些盐呢 用一些热水呢 在淋泡的时候呢 是浸一下脚 那这个呢 也都会帮助你那个 那个 减低 那个焦泪 導致你睡觉 失眠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提及 香氛油大家知道 香氛油很多很多的 有些什么有帮助我们舒缓的香氛油呢 就包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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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衣草 分衣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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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这些是 那 那 羊金谷、萝卜、薄荷、薰荷、薰荷、芬衣草 这些都帮助我们因为肠胃紧张是抽痛的问题 按摩是个腹部,简简单单 还有,如果你因为紧张而吃肉失了 不想吃东西,当然是伏手甘盒 Bergamom,一个很有用的薰荷 当然,我们有很多减压、减紧张的工具 最简单就是跟朋友谈论 很多时候跟朋友谈论,在社交方面认识更多人 有些人会教会、祈祷、看圣经 还有一个就是冥想 一个想办法安静自己的冥想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人会紧张、不开心 都是我们人生做人的态度 这方面的资料在网上也有很多 我们怎样去做人呢? 其实会影响我们很多 有时候有些简单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也都在U.H.Circle里面 但也有说的,有一种说法就是 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一定是好事来的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都会更好的事 有时候你去仔细看看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的反应就会断定你的感觉 就是看你的态度 你处理问题的态度 有一种的态度就是 当你人生路上遇到什么障碍 其实都是一个通往成功的踏脚石 先想想一下 每一个障碍都可以令你成长得更好 学到之后 是更加有增强你的处时的能力 所以就不要遇到障碍 所以就不要遇到障碍 就个人就散了 或者是脱了下来 还有就是你想什么就得到什么 很多时候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自己带给自己的 我最近有看到很多的资料 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 其实最后就说是活在当下 其实什么都没意思 你的金钱 你的过去的记忆 其实都不是说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目前活在当下 你现在所生活 你现在所经历 就是你现在真真正正的你 其他的过去或者将来 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做人的观点 做人的态度 这个是会很影响我们的人 开不开心 以及处理的问题 章言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都懂得走 就是做定期的运动 运动是起码 是会将你的心情 集中力分散了 有时的人因为精神上压力多 通常用一些体力的运动 最简单就是行路 是一个阳光的 普照的环境 或者是山上新鲜空气 这个完全是非常好的 舒缓焦虑的很简单的工具 所以大家遇到焦虑的一个常有的问题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好的方法 如果真的自己试过很多 我们所说的方法都未行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过来 我用同一个疗法帮你 是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 用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打刚才那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去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多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进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